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孫允喜 今天和大家讲一下三分钟视频 今天点题几个字 内外几大变数 先讲一下港股情况 今天港股早段曾经重上26000点 再创23位新高 不过期后指数升高收窄 以至午后一度跌近8点 最后全日跌22点 收25974 成交增加870亿 今天的市场早段升 瑞星记手工 看到了 升了十多百分钟 最后全日都有一成以上的进涨 只不过建行等内人股回软 香港的地产股也跌了 令市回软回来 看到这就是建行跌1.5% 好了 讲回大市情况 今天港股刚才提过 曾经做过23位新高 亦跌了整8点 不过总的来说 其实格局和近期没什么变 都是板块之间有升有跌 此消彼长 另一个市场升下回点 升下回点 有升幅就没有气势 只有一些有升势就没有气势 例如今天来说 哪些股份升 哪些百块升 豪赌 豪赌升得不错 加上瑞星大动之下 部分科技股也会弹上去 令市早段向上 只不过与此同时 香港的地产股 不多碰档 看到了 新同期地产 昨天威衰 今天回回 加上 刚才提到 内银亦都是滴滴滴 令市由高位回回 最后全日倒跌少少 整个格局没什么变 市在这麽来看 可能也是继续 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一直反反覆覆 升低回点 升低回点 怎麽才会令这些格局变 视乎 刚才提过几个字 内外几大变数 如果出现 有特别情况 才会打破这些格局 首先说外先 外面哪些变数 主要是三个 不同的传媒 有不同的形容 有些形容为 核弹级的重大因素 变三个 第一个是英国大选 星期四 第一个是英国大选 保守党 估计能不能够 在国会取得大多数的议席 以至推动脱欧谈判时 更加顺利 更加跟欧盟谈得有民众的支持 这就是要看着 大家担心 如果拿不到大多数的话 可能令到英国无罪脱欧风险增加 如果英国无罪脱欧 不幸运 外汇市场可能出现一番大波动 现在美汇指数一直跌下去 这对港股气氛有利 如果出现无罪脱欧 或者保守党在选举方面 出现什么问题 这会令市场有些波动 这是爱的变数一 爱的变数二 就是欧洲央行的意识 现在大家看看它怎样说 基本上不会觉得它有任何动作 但怎样说是重要的 会否暗示 9月开始缩减 購买GQE的规模 这是大家注视着 现在估计是9月会缩减 购买债券的规模 究竟在星期四会议会否有任何合适 这是变数其二 变数三 就是美国方面 就是联邦处备局 FBI的前局长作证 究竟会怎样说 特朗普这所谓洩物门 或是通俄门的事情 大家亦关注着 毕竟上次传出洩物门或是通俄门之后 美股已经大跌了 这一棍就是了 现在返回上去 究竟会否有消息令美股跌 以至从而拖累港股 这是爱的第三种手 内都要留意着 内训论方面 一方面就是大行和沽空机构的互动 大行唱好什么股份 很多时候令股份白马银沖上去 沽空机构 沽空什么呢 令股份白马银沖上去 究竟会怎样移动呢 大家要关注着 最近很多时候沽空机构 看着科技股 令这个板块弱了地 但大行又吹其他 特别是内访 令它顶上去 出现刚才说的 此消彼仗格局 究竟跟着大行和沽空机构 怎样互动呢 留意着 第二个就是技术上 有几个重要的位置 如果出现突破或跌破 就可能令格局转变 说几个 第一个国企指数 能否升穿10700 是关键之一 但反过来 不幸运 要穿10500 知道这个前浪顶 国企指数 可能形成 几次到顶不破格局 可能性增大 事日不利 至于建行也是 如果穿20天线 也是有点麻烦 至于身底 就看着120元的前浪顶的支持 大家留意着 这些中外或者内外的 几个变数 就可以帮大家判断后市的情况 时间关系 大家分析大致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